那我們說呢 其實冷空氣一波接一波 那今天晚間呢 越晚還會越冷 而且加上濕度也會越高了 不過說到不止在臺灣呢 是受到冷空氣一波波 日本呢 也受到寒流侵襲 更多次上資訊把時間交給思豪 早安 佳一蘭 大家早安 今天的上半星期應該都還不錯 因為呢 上了一天班之後 準備要迎接四天的二八連假 當然呢 看臺灣的天氣前 先來看一下日本剛剛說到了 寒流持續來侵襲 所以他們在廣島的動物公園 這邊出現了一個非常可愛的畫面 就是白雪呢 完全把河馬給覆蓋 大家看到照片之後呢 除了說很萌之外 還說這根本就是河馬的握壽司 感覺起來很好吃 所以呢 不只不能吃兔兔 連河馬都不要吃啦 當然呢 這個園區就說了 這隻河馬是裝置藝術 不是真的河馬啦 不過呢 因為看到了這樣的寒流 白雪蓋上來 真的很像握壽司的感覺 而且非常的萌 不過呢 這一段一段時間呢 雪就慢慢地溶掉了 它本身的裝置藝術也跑出來了 這樣的照片跟大家分享 也跟大家說 冷空氣就要下來了 沒有錯 今天白天呢 就是整個強烈大陸冷氣團 慢慢南下影響清洗臺灣的時間 而且水氣量呢 在白天有一天點的空檔 但是今天越晚 越濕之外 也是越冷的時間 目前水氣量呢 在這兩天或是食余量累積呢 也一樣在熱區的雙北這邊呢 以東北部還有基隆 宜蘭跟北海岸為主 所以石門 頭城 瑞芳公僚等等的 宿余量跟累積量都是比較多的 目前外頭雙北這邊呢 有出一點太陽 有一點空障的時間 但是外出的衣服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出門跟你回家的時間點呢 溫度是有落差的 主要是強冷空氣 在白天就會慢慢來清洗 溫度降雨你可以看到呢 水氣量一樣 在新竹 桃園 宜北 還有華東地區 多於短暫陣雨 而明後天的水氣量 是這四天連假 稍微比較多的時間點 有外出的行程呢 可以稍微避免在北部東半部地區 有個雨天備案會比較適合 低溫 高溫 你可以看到跟昨天呢 一到兩度的落差 但是明天看到這樣的溫度 基本上就是呢 有明顯的下降 主要就是強冷的空氣 強烈 冷团 今天的白天就要慢慢下來了 中南部地區溫差比較大 高溫24 28度左右 路上強風 沿海長浪 所以你的路上的行人 或是行車交通安全 以及在海邊活動 都要注意一下自稱的安全 台中目前是農務特報 基隆 宜蘭 北海岸是大雨特報 所以天雨 陸滑 還有行津呢 整個山區 路況都要格外來注意 相局也針對228的廉價呢 瓦下了六個字 就是先寒冷 後回溫 所以整個四天就是兩好兩壞 先壞 後好的概念 所以六日你可以看到是比較冷的 而且伴隨著水氣 有外租行程或是南來北往 稍微注意一下 北部東半部地區的雨勢 會比較多一點點 中南部影響不大 但是日夜溫差會比較大 一路到週一的白天 才會冷氣短減弱之後呢 整個回溫的感受在北東呢 也會比較明顯 所以大概冷的時間點呢 就是兩天半到三天的時間 今天就是慢慢降溫的感受 大家都會說冷沒有關係 不要下雨就好 但是這一波呢 目前前兩天看起來 我也抓了一張水氣的分布圖 跟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呢 整個北台灣東半部地區的雨勢 會在今天慢慢的增加之外呢 在六日這兩天你可以看到呢 北東的水氣量是比較多的 當然你說要熱區的話呢 還是以東北部的局部大雨 發生的機會會比較多 但是新竹 苗栗 以南 看起來天氣狀況都是蠻穩定的 一路到週一還有228收假的當天呢 冷氣團減弱之後呢 整個雨區會慢慢的縮小 但是不會完全停下來哦 在基隆北海岸這邊的熱區呢 一樣還是有雨勢 但至少比六日這兩天呢 少了很多 所以一定要到北部東半部地區 有戶外活動的話呢 可能排後兩天會稍微比較適合 前兩天有一天的備案 或者是帶雨具呢 都是必要的 中南部地區就影響很小了 但是日夜溫差大之外呢 不要忘了哦 冷氣團下來 又可以看到陽光 那隔天清晨的輻射冷卻 就會很明顯 所以難來北往的話呢 如果要有長時間的旅遊計畫 戴對衣服 還有穿後外套 在六日是一定要的咯 下段時間交給恰一 好再提醒大家 一定要務必記得做好這保暖工作 尤其是六日兩天 如果安排出了的話 也要吸得攜帶雨具了 好我們再次謝謝思豪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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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